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出谷记》这本书里面的十四章说 当以民大胆前行的时候 埃及人在后面追赶他们 法郎所有的车马 骑士和步兵就在他们的对面 以民安营的地方 当法郎来近的时候 以民举目 看见埃及人赶来都十分恐怖 像亚维哀嚎 也像梅瑟说 你待我们死在旷野里 难道埃及没有坟吗 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 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 我们在埃及不是对你说过这话 不要扰乱我们 我们甘愿服侍埃及人 服侍埃及人彼此在旷野里还好啊 亲爱的兄弟子妹 你是不是也像他们这样 说当法郎来近的时候 以民举目 看见埃及人赶来 你是不是也在盯着你的埃及人呢 你是不是也在盯着你的环境 盯着你的疾病 盯着你的问题 盯着你的困难 盯着你的绝境呢 你知道 在巴特摩岛上被困的那个老人 当他被海困起来的时候 当他被冲军在那里的时候 他怎么做吗 他是向上看 向上看 你知道你的出路在哪里吗 你的出路不在四周 因为你的四周都是敌人 都是困难 都是绝望 都是令你恐怖的环境 你要学会向上看 我要举目向 圣山仰望 那是我救助来自的地方 当你盯着环境 当你盯着环境看的时候 你就会说 我要死在这里了 我的处境 还不如以前 很多人 很多的人 就是被自己的无性的想象 给吓死的 我为什么是无性的想象 因为你不知道 真实的环境过来的时候 是怎么样子 你只是说 我们要死在旷野里 难道埃及没有坟吗 以前在埃及 现在死在旷野 可是你没死在埃及 你怎么知道 你会死在旷野呢 你怎么知道 自己要死在埃及人的 刀剑之下呢 难道你所信的这一位 你所期待的这一位 不是全能者吗 难道他不是无所不能的吗 难道他的手短吗 难道他不与你同在吗 难道他对你的爱少吗 难道他的智慧不够吗 还是他的策略不够周密 还是他的计划不够周详呢 你为什么恐怖 为什么爱好 把你的恐怖 转换为信心 你听 以民的领袖怎么说 他说你们不要害怕 站着别动 光看 亚威 今天给你们试的旧恩 今天给你们试的旧恩 因为你们所见的埃及人 永远 再也 见不到了 亚威 阿罗纳伊 必替你们作战 你们应安静地待 阿罗纳伊 阿罗纳伊是你的出路 阿罗纳伊 大魏之子是你的出路 大魏之子是你的出路 阿罗纳伊 我们的老师对马尔大说 你觉得你的弟弟 能活吗 他说老师 我知道在末日 他会活的 但是老师问的不是说 以后 而是今天 今天 旧恩会临到你的身上吗 今天 他的手 能够介入你的生命吗 你相信吗 请你闭上自己的眼睛 想象一下 感受一下 他是恩的手 他行动的手 如何带你 造出你的处境 他行动的手 希望你感写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不要害怕 站着别动 观看阿多纳伊今天给你们施的救恩 因为你们所见的埃及人永远再见不到了 阿多纳伊必替你们作战 你们应安静等待 不要害怕 站着别动 观看阿多纳伊今天给你们施的救恩 因为你们所见的埃及人永远再见不到了 阿多纳伊必替你们作战 你们应安静等待 这是领袖说的话 阿多纳伊必替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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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主 阿多纳伊必替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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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多纳伊必替你